会继续进入圣灵因高的运作 首先我们都在处理生命的过程中 可能未是一下子全部处理完 但在你亲近神的时候 你都心里想着 未处理完帮我处理中 虽然我未完全放手 我现在可以放手 心态去帮助自己 假设如果忽然间你发现 耶稣回来 或者不是耶稣回来 有个原因我们立即上了天堂 一上天堂 你会觉得真好 所有人的问题不用再想了 所有工作的问题不用再想了 你就很开心 完全兴散 我希望大家在亲近神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有问题就算有的神会搞定 这个信念很重要就是神会搞定 神一定会帮我 只要我亲近神 信靠神 遵从神 神一定会搞定 所以我整个心就当正那些东西 一定会搞定 就算没有搞定也不要紧 神负责的后果 我负责就是 我享受神 亲近神 我做神要我做的事 那你的心就松 当你的心一松 圣灵的流通就会容易 所以处理生命 你就说 就算你现在家里的儿子 不太听话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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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不要当作一回很大的事 虽然它是大事 不过我们真的做不到事 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内心 爱心 接力 但是事实上都不会很快的改变 那我们就说 我们就是交给神 交给神 有很多意思 有些人交给神 是什么 就是我交给你 但是交完 只是讲字 其实跟神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时候就是个口头 因为他都不是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也都不是听神的话 不是走神的路 交给神就说 我们真是 相信神一定会做祂的工作 但是我们首先 自己预备好自己 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 真是真心信靠神 信靠之下 我相信神一定会做祂答应做的事 祂一定会照顾我 一定会照顾周围的人 信心 神一定会很想充满我们 神想大力使用我们 信心 亲近就整天亲近神 凡神吩咐的我都遵从 这样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毁伸 我们不断影响人 我们又交给神 神就会使用我们 因为神就使用我们 这个器皿 神的同在会影响他 这个就是真正的交托 但有些人交托又如何 自己又有脾气 又不开心 又不怯症 又不听话 神啊 我都搞不定 我交托给你 你搞定 神啊 神啊 你是我的交托人 担保人 担保人 你搞定 神啊 我怎样是我的事 你和你搞定我儿子 麻烦你搞定我儿子 我真的搞不定 这样的时候 虽然他是这样交托 但他可能又发脾气 又发猛症 又不开心 这样的时候 他不是真正的交托 他不是给神做功 就是真的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 和将这件事交托给神 所以现在你想到你的问题 神啊 都不是我改变到的 我真的 让我完全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 所以交托给神 所以自己交托自己 整个生命在神的手中 完全让神掌管我生命 我完全被神去掌管 这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轻松了 什么都不要紧 神一定会搞定的 神一定会帮我的 那你轻松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就没有挂累了 你就会很专注了 心里面不会对神有质疑 不会对环境有担心 不会受压力 这样你的心就轻松 那你就容易 就是容易在平安喜乐之中 就是所有的重担释放出来 邪灵释放出来 就被人越来越充满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越是这样 你就越起落 越起落就越影响到人 周围的人更加被你影响 那这个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向着这个方向去 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一起在这一阵 相信神在那里 那你也应该留意一下 我带着你的祈祷 首先我带着大家去祈祷 然后呢 我就会为你们 我和Mandy 为你们按手和测 就是留意下 那个圣明恩公的 留在的情况 那我们就会 做下一些记录 那这样 就去帮助大家 去越来越提升 那你都留意下 我领敬拜 或者祷告的时候 那个方式 就是 每次我领的时候 你都留意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是 不要想人 怎样做 不要想事情怎样困难 我就想着神真是好 啊 啊 有你真是好 多些去讲出神的圣情 神的恩典 又多些用说话 带领人 用各方面的智慧 带领人进入神某一样的属性 例如那天讲到 例如喜乐 各方面被人看到 神在天上有很多事情做 真是 神是很忙的 因为神每个人都在帮 是 上天堂那些 他都继续在环绕他们 在祝福他们 未上天堂那些 就特别多事情做 但是呢 神在天上 并没有担心 现在很多基督徒是不听话的 但是他依然没有担心 如果我们的波士都不担心 我们为什么担心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轻轻松松地 就是说 神都不担心 神这么多事要做 都轻散的 我们就学耶稣 在神里面 什么都不用担心 什么都不用忧虑 就是用各样的智慧帮助人 在这一刻 完全把重量放下 完全轻散 整个心都松了 又好像整个灵魂涌向神 整个灵魂 好像灵魂属于神 那样 我用的声音是帮助大家 一个提示 就是用的声音帮助大家 好像你的灵魂涌向神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发觉灵就会很通 有什么杂质就很快清了 这样的时候 你就很快可以 你就可以为人服侍其道 当你开始祝福人 你就开始觉得 自己的问题是小问题 没所谓 不要紧 那你就会很轻松 你就开始做人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有力量 越果效越大 OK 希望大家都会留意一下 但是在过程都一直享受 留意一下我用什么方法 好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